各位三妹堂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小金老師 然後跟大家介紹這就是 星光三月的女神 利亞 那我們今天 很開心的呢 剛好在心中上課上完 馬上馬不停蹄 趕到桃園大泳店 很怕錯過這麼棒的一場展覽 所以整群人 全部都拉來桃園大泳店 有沒有人趕到桃園大泳店 好那因為 陳佳琪小姐有交代我一定要 來大泳店體驗一個好玩的東西 它叫做 黑皮蜂洞 那我們請利亞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像這個呢 它叫做黑皮蜂洞 那因為其實像老師身後的 這個飛龍呢 它也是屬於蜂洞的 那這隻黑皮為什麼很特別呢 是因為在娃娃圖大泳老師 他們一家人 就是你去到台南的七谷去旅行的時候 然後就看到了很多很多的黑麵皮蜂 那因為黑麵皮蜂其實呢 來台灣的時候就是來過冬 然後他們就會纏軟 然後就會 他們的下一代 然後就像是帶來希望一樣 所以這隻呢 就叫做黑皮蜂洞 那你看到它的時候也會覺得 噢心情很happy這樣子 你會看到它就會隨著風啊 隨著你的動力 如果真的是要冷靜 如果要放上去 然後就像是你安靜的 所以這個時候跳過 所以這個要冷靜超快 可以ハンケー 大概是可以拉一下 他如果在室外的話 他也可以分成這個 哦 然後 territories 輕輕的比例 然後這裡有一個輕輕的比例 然後大家都不遺餘力的把它聞得與你盡致的東西 他叫做軟角舞臨大會 然後你就能猜猜看他是吃什麼 然後要吃什麼 譬如說松鼠吃什麼呢 喔 松鼠吃 堅果 那長頸鹿吃什麼呢 你來找我了 樹葉 長頸鹿吃草 所以存體路是很炒 存體路就會彈起來 然後因為他叫做軟角舞臨大會 所以就是看誰軟的姿勢最特別 就是看他最喜歡的那一個 喔 貓熊就是吃這個竹子嘛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裡面的這隻小松鼠 所以他也是吃橡石 重點他沒有軟角啊 他是要拿都拿不到 他要拿什麼都拿不到 永遠拿不到堅果的松鼠 然後再來呢 再來就是 牛 牛 牛是什麼 牛之草 牛之草 對 那這個就是 他會拿掉 這裡 哈哈哈哈 黑面皮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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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魚 對 這三把皮 這個我覺得應該很快就會被小朋友玩壞了 他有辦法撐到巡迴站結束嗎 他都在第二天的時候 哈哈哈哈 第二天的時候 第二天的時候 就軟角了 我軟角了 我軟角了 他真的軟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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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這隻也是很特別的 看過了 看過了 這個 PUSH 按下去之後 打架開始 打架開始 然後這個是音樂 這個是旋轉木 旋轉木 那這區的故事是呢 當初會有玩玩火玩木頭的開始 其實是大筆老師希望可以自己親手做玩具 給自己的小孩 所以他先做了第一個 等一下可以看到藍色木 然後上面寫了銅 就是他兒子的名字 那那個木材其實是他從老的木頭 拿去帶回來的 那就想說要做一個東西 是自己親手做給兒子的玩具 這樣子開始了 那後來他女兒就許願說 爸爸我想要一個會打鼓的娃娃 然後他的頭要可以轉哦 然後後來呢 他就放了一個草圖在那個牆上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女兒畫了一個 爸爸可能看得是懂非懂的 然後就做出了這個打鼓娃娃 所以這個打鼓娃娃其實對 娃娃娃我做玩具來說是 呃是一個起點 哦就是從 一切都是從這個打鼓娃娃開始 對一切 呃玩具會 自己動都是從這個打鼓娃娃開始的 然後上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 兩隻很可愛的羊妹妹 那這隻羊妹妹呢 其實也是女兒許願說 爸爸我很想要有一隻 因為他屬羊 我也想要有一隻羊妹妹 可以做一隻毛茸茸的羊妹妹給我 然後爸爸呢就刻了很久 刻一刻帶回家 他爸爸 他女兒就說 爸爸爸爸為什麼那個羊沒有毛啊 怎麼沒有毛茸茸的感覺 因為那個毛茸茸的感覺 他爸爸又研究了很多很多種的方法 然後後來才就是做出這隻小羊妹妹 所以這隻小羊妹妹其實已經11歲了 11歲了 對 所以他一開始不是長這樣 他一開始不是長 然後一開始 他是破了好多好多的常識 然後他才變成現在大家 那最後這個毛是怎麼做出來的 我看你有打架的 所以是大餅老師的作品 對 然後再接下來呢 這棵樹也超級好玩的 大家可以來踩踩看 就像老師這樣踩踩看 那這個會醒東西 會有不一樣的電話勒 所以這個本來在睡覺的MOTO-E 他就會張開眼睛 他就會醒來了 然後腳也會張開 然後 我又覺得可能又撐不夠群會撐 哈哈哈哈 這個一定太多人想要玩了 應該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然後 第二點呢 是 哎呦 這個我帶小孩子來 很好玩 因為我的小寶寶呢 牠們現在就是很愛這種突然冒出的那種像 哎呦 對 哎呦 對 哎呦 真是太有趣了 哎 他在動 這一格就是娃娃屋超有創意的 那這隻猴子會 猴子在爬樹 對啦 牠會動 牠是不是在動 是不是 牠為什麼會動 這個呢 牠是電動的 牠是電動的 然後牠其實就一開始也是 牠小孩說 寶寶我要一個一關 喔 然後我要可以動 這樣 然後 爸爸就從 藕啊 到衣服 都是全部自己做的 全部都自己做的 超厲害的 然後 因為牠的動是非常非常慢的 然後 其實小小孩很喜歡看慢慢動的東西 然後 牠們就會一直盯著這個 喔 一直看 一直看 然後 這次也展出 對娃娃屋來說很重要的一個話 那小金老師也來許願好了 我們家的小朋友很需要一個 會動的 哇 大餅老師 已經到我的 許願了 爸爸還有一個會動的娃娃 然後 這個綿羊跟剛才那個綿羊 應該是一樣的 牠只是縮小 一樣是用車床的東西 去車出來 小隻的 然後 河 Clara 一定看到的 protects City brought up to the tour of City Medj Gi plays 傳噢 Foot kur!!! 那 因為 其實 其實可以看到 前面有一支 taken down from the tour with me 那 其實 大的怪盾 那 這 Ty Chamber actually 是在畢業 St.C 30 years old 大餅老師 找了牠所有的同學們 然後 一起來做了一個回顧講 那 牠就很像 是找回 就是不管 你今天 離開宍場多久 你在做 電視工作也好 技術創作工作也好 或是已經離開 技術最大地方 但是他還是可以帶你找回初衷 好這個就是你剛剛講的大秉老師幫他的兒子做的第一件作品 玩具作品 所以就還有一個童 所以他兒子已經有 對然後所以這裡是他們小時候的照片 所以他兒子現在幾歲了 他兒子今年18歲 18歲了好棒啊 季雄收的玩具 然後還可以編成展啊 對 然後這是女兒剛出畫的那個打土娃娃 這個是他第一個畫的 然後爸爸做出來之後 我比較想知道 那你娘原本長怎樣 我們沒有原本的樣子 就是他原本是光環 對 後來才開始做出有毛的樣子 好那下一個我們要來介紹的是另外一個超級厲害的老師 他叫做蘋果老師 對 呃 那佩穎老師呢 就是這一次我們有一個非常非常粉嫩少女氛圍的粉紅蘋果島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粉紅蘋果島的概念其實也是出自於他的部分 對 但是其實可以看到這個作品 他就是一個蘋果島 他是一個蘋果島 對 這裡是兩顆蘋果 然後上面又都是粉紅色的蘋果 然後上面又都是粉紅色的蘋果 還有真的 到處都是蘋果 這是咬好幾口的蘋果 那我要問你 為什麼少女代表粉色系 因為我的那個子女常常會跟我說 阿伯那個公主都是用粉紅色的東西耶 對啊 為什麼粉色就是少女和公主 呃 就是粉粉的都會讓人家覺得很療癒很溫暖 它是一個很舒服的感覺應該就是 所以公主就是要讓人家很舒服對不對 這裡啊 這裡啊 所以除了蘋果島以外 這邊還有哪一個比較好玩的東西呢 有這一次呢 其實可以表示在這個展區裡面有 呃 許多新的作品 就是2019 特別為 呃 就像有霧氣 然後呃 新展出的新作品 那其實我們今年是豬年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 呃 新的作品 叫做新桌球 然後他上面有兩隻很可愛的小蟲子 小豬抱著柿子 然後他們就在蘋果餐 諸事如意 對 所以他就是又成雙成對 然後又眨眼睛 對啊 這個眨眼睛超可愛的 所以這個都是用手工木雕 都是手工木雕 天啊 你們太厲害了 不希望可以找到這麼厲害的東西 對 就是他每一個 他的很特別是他的刀科的 呃 刀紋都是非常的清楚 對 可是他沒有 他還有在經過打 呃 他是一斜 但是他的所有打 是非常呃 我是不是要把那個文靈去掉 對 就是讓他留下真的 手工具 用雕刻刀割出來的痕跡 對 然後像棕導師在創作的時候 也會順著 木頭的裂 木頭的肌 或者是 嗯 木頭的肌 或者是 嗯 繼續延伸他的新生命 然後變成一個新的樣貌 然後變成一個新的樣貌 在那個中島區這邊有一件很酷 很美的作品 是一個很大的蘋果盒 那其實這個蘋果盒作品 他一開始是一張那種老的桌子的腳 桌子 所以他一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看到上面那些蘋果 都是原來的存在 然後他就順著他原來的樣子 然後讓他有一個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 對 所以老師是很喜歡蘋果 那我看到好多都有蘋果 對 老師很喜歡吃水果 嗯 然後他認為其實 呃 木妖創作其實就跟我們的生活一樣 或是任何的藝術創作 這樣你越消他 然後順口的想法 就會越接近 嗯 理想 那你想要的那個作品的狀態 這樣子 對 但是木頭也會教你一些事情是 你可能雕刻了一兩個禮拜之後才懷孕 嗯 但是你就是必須面對他 對啊 就像我們的布袋是一樣 他久了以後遇到熱脹冷桌 他也是會敵 但是他就像老人一樣 年輕大的人就會有皺紋 對 你用那個美容除斑霜 他也是在啊 對 所以你就把它當成是 他生命過程的部分 對 然後老師你說的真的太好了 因為他有一件作品叫新喜劇 是我們自己覺得非常 呃 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也很感動的 因為呢 他是在 呃 這整個展示的 一開始的戶口處 然後有一個小女生 他就捂著他的臉 嗯 然後就是有一隻倉鼠 依偎在他的旁邊 那因為其實就像老師講的 就是我們在 經過很多的事情 可能一定會有一些喜怒 癌樂在生活裡 那也就是他雕刻 雕到 呃 這顆星星也是木頭刻的嗎 這顆木頭 這顆不是 紙做的嗎 但是其實 我們會認為 欸這些 這些洞 或是這些裂 你會突然 突如其來 會覺得 啊 怎麼有一個裂在那邊 然後他就發現 一個新的可能性 然後說好像是一個新的希望 所以就會 他明明是一件木頭的作品 他背後裂掉 那有些人可能覺得 哇裂掉 他就沒有這樣 可是他沒有因為這樣裂掉 就把這件作品放棄了 或是重新再找一塊木頭 而是讓那個裂痕 也變成作品的一部分 所以藝術品很多都是這樣 只是創作的只要給藝術品生命 對 對 你要幫藝術品講故事 因為每一件作品 不管創作出來是什麼樣子 他其實就像幾個小孩 沒有的小孩可能會有郭東症啊 唐室症啊 各種的疾病 沒有說他先生很健全 可是已經生出來 就是自己的小孩 就要用最大的愛去光懷他 照顧他 也是要把他拉拔長大 對 所以呢 那這次 這下有木器 在桃園大友店呢 他是系列二 那系列一 現在還在台南西門店長出 那大友店呢 三位朋友已經來這邊 第三次了 好 那 這個地方 大家如果印象很深刻的話 就是在七樓 這個 這麼大的展場 就是我們三妹堂 每次來這邊展覽的地方 現在就在展這項 有木器的系列二 那展前到什麼 我們到七月二十五號 下個禮拜天 下個禮拜天 然後每個六日都有活動 包含這個 剛剛我們講的軟腳 對 下禮拜六日有什麼活動 下禮拜六日有什麼活動 下禮拜六日是 卡銀八旗 動手做 就是你可以自己做出一個 卡銀八旗的服裝 然後禮拜天呢 就是蘋果老師的活動 就可以交出一個 蘋果嗎 對 所以你會用交各包嗎 會 哎呦我好想參加喔 就可以帶回家 哇這麼好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 尤其是火鍋的朋友 下禮拜六日就是 這兩天在桃園大友店的七樓 一定要來玩喔 而且我們的 畢亞就會在這裡 陪伴大家喔 會會 好 今天很開心 我們來為大家介紹 這下永目慶 桃園大友店 系列二的作品展 然後有空的 大家有沒有看過系列一的 現在在西門店 一定要去玩喔 我們在那邊等大家 好 那我們今天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其實還有好幾個 場域的作品 老師的作品是很棒的 等著你們自己來看 不要一次全部都跟你們講 好 謝謝大家 掰掰